本書 這本書我覺得是市場上很難得的一本書 為什麼?因為科斯托蘭尼他在1999年已經去世了 然後他的一個《投資者的告白》系列這三本書 在台灣賣的可能累計有八十幾萬本 可是事實上這都是在科斯托蘭尼去世以後 讀者才接触到的 这很可惜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不知道 那他最新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克斯托拉尼还在世的话 他会怎么看待现在的金融市场 除了刚刚这一点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这本书它其实是跨股票 债券外汇 还有商品原物料 房地产甚至艺术品 所以它是跨的层面非常广的 那为什么这本书迷足珍贵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很多投资人他只做台股 那做台股你也知道就是大好大坏 好的时候投资人可能赚了一倍两倍 可是股市每次下来的话都损伤惨重 因为太过集中了 所以我认为克斯托拉尼的 这一本实战书籍呢 是可以帮助大家把视野放宽 把自己的资产配置到全世界各个 有效率的做操作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本书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棒的就是 目前市场上你如果去找 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 其实大部分教你的可能是跟 技术分析有关的 谈总经的方面的书其实非常的少 那克斯托拉尼他算是在 可以说是历史上 他的投资经验是最久的 他这一辈子有七十几年的投资经验 他是一直交易 交易到他93岁去世为止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交易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前辈 可是他的一生的累积的智慧呢 他其实告诉我们只看现行操作是很危险的 他说赚钱这是可能的 可是赔钱是必然的 你靠技术面你一定会有大赔的一次 所以他事实上教我们的方法并不是技术分析 他教的比较像是从 top down 宏观的角度 去看这个整个全世界的 资金流向啊 市场的气氛的变化 所以他其实是跨市场来看 找出一个最有机会的市场 去做买卖的交易 所以他会局限在特定的哪一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宏观方面 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本书 可是突然你的实战书 老实说我看过他的这个初稿以后 我觉得他前面的几张 我觉得写的比较浅一点 感觉就是帮助入门的人 可以比较快地去熟悉 可是他你的智慧 可是等看到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 以后发觉哇 那个深度是很快的就拉高了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像是 前几张是帮助入门的初学者 可以尽快地去了解到他的 主要的架构跟逻辑 还有他的哲学 可是从第四张一直到第十张 几乎都是实战 每一篇我觉得都蛮震撼的 所以老手应该就是要 从第四张到第十张 把它一次看完 你一定会觉得很兴奋 我觉得投资人在看完这本书以后 会有两个很大的收获 那第一个就是心法 心法是什么呢 其实大部分在市场上 你看到的书啊 或者是课程都是教你技术 教你的是买卖的一些技巧 可是老实说 一切的根本是在心法 你心法对了 你不管做什么市场 做什么标的 你都很容易赚钱 所以其实心法这个东西是超越技术的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科夫安尼的这本书里面 其实它没有线图 整本书里面是没有技术线图的 可是它满满的都是智慧 这些智慧就是所谓的心法 它是可以帮助你在 买卖交易的过程里面 做出很好的判断 可以与其他一般的投资人 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这些就是心法 这是我认为很重要 那第二个投资人会收获很多的 就是因为实战的那本书 跟这一本《一个投资者告白》 已经相距将近20年 那这本新的实战书等于是补足了 在科斯图安尼去世之后的这19年来 整个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还有你可以说是一个眼镜 因为市场不管是城市交易 或者是一些ETF 或者是一些买卖的交易机制都有改变 那其实这本实战书 就是把这新的这20年的最新的状况 以及实证 就是说他用了最新的一些 金融市场的这个举例 直接你用了科斯图安尼的智慧 帮你解答 帮你解开 如果按照他的智慧 你应该怎么操作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本实战的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